520新任政府总统赖清德肖美琴正式的就职 赖清德今天以打造民主和平繁荣的新台湾 为题来发表就职演说 对外关系上赖清德将秉持四个坚持 不卑不亢 维持现状 也呼吁中国停止对台湾文攻武嚇 追求两岸和平共荣 也向对岸释出闪意 就职中华民国第16任总统 肩负起带领国家勇往前进的重责大任 现在站在这里我立志壮大国家 总统赖清德就职演说 以打造民主和平繁荣的新台湾为题 宣告未来四年国阵治理蓝图 以及面对的各种挑战 呼吁中国停止对台湾文攻武嚇 新政府将秉持四个坚持 不卑不亢 维持现状 对外关系上延续蔡前总统的四个坚持 落实选前承诺的和平四大支柱 两岸问题赖清德重申主权 也向中国大陆释出闪意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 以对话取代对抗 交流取代唯独 进行合作 台海和平 互利互惠 共存共荣 应该是彼此共同的目标 赵志言说中提到九次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台湾三次 以及多达八十次的台湾 而面对朝野严重对立冲突 赖清德也公开喊话 延续民主和平繁荣路线 团结台湾 回应民意期待 赖清德总统正式就任 要持续带领国家在对的道路 往前迈进 记者黄明杨越达台报道